扩联线今年的文旦佑碰上了20年来的大干旱 文旦佑术式枯萎弱化 连带影响到了今年文旦佑的产值 农民也从5月份开始分别提报三次的旱灾现金救助 然而其他包括西瓜、茶叶等等都已经核定通过 却独排文旦佑 相比代表陈国正在上午的定期大会上直询明不平 认为整个勘灾与审认过程有瑕疵 今年文旦佑碰上20年以来的大旱灾 农民也从5月份至今 也分别提报了三次旱灾 希望能争取旱灾现金救助 结果瑞穗地区包括西瓜、茶叶等其他农产旱灾、农损都核定通过 却唯独文旦佑未核定 相代表陈国正直询明不平 我可以讲一下上面的人都是外行人都内行卫了 你了解吗?你去看每一块柚子 它的落叶数是多少? 有没有刚刚看这个落叶数就知道了 你不是看柚子 你人家采刷完了你才来看什么柚子 对不对 这个最重点就是在八月会 完全一个月都没有下 而且 那个柚子都已经月子掉了 你在浇水也没有用 柚子适应的 放一个月也是应的 陈国正认为文旦佑现场勘灾时辰有瑕疵 省任专业度不足 让农民怨声载道 乡公所农官客长庄玉玲表示 一切依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办法 受令农民申请再向上提报 乡公所并无最后审认核定权 我们没有任何裁判群 我们就是基层的 什么叫基层 对啊 你听我讲 我们的行政的立场 就是说 按照法规的规定 农友只要有农死 他都任何人都可以来通报 我们通报一旦成立 我们这边就会报 现在请他们出来做三案会堪 在三案会堪的里面 我们也只是理他们的角色 我们对于会议的内容 纵然可以建议 可是事实上我们不能在里面签止 所以这个就是法规内规定 那至于说 什么任何问题 我们只看现场 剩下就是 临给专家当人来做三案会堪的 另外针对路灯修复 虎头山步道的管养 武鹤原民产业中心营运 乡公所 扶植成立原民观光农产合作社效益 以及温泉路的路数植栽 温泉泡脚池 制绝温泉井工程进度等等 向代表陈国阵高度关注 也逐一提出质询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 嗯ech老 嗯 唯一